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讲《丘婆生五戒相经》 我们讲到妄语 妄语就是有大妄语、小妄语、方便妄语 妄语和酒是最多人不受五戒的原因 因为你做生意也好、打工也好 别人问你的生果甜不甜 你说不甜的,那谁去买? 别人来追债,老闆说我不在 他说他不在 你不用做也行 所以打工和做生意 不多不少都会打妄语 少少妄语 所以不敢受 既然打妄语,最好不受 不受不受,其他的杀道淫 也不能守 既然不受就不用守杀道淫 那又是麻烦 所以古德说 既然是感觉 有些戒的确是受不了的 那你就受少一条 如果你受一条戒,就叫做小妄语婆娜 受两条戒,都逐于小妄 受三条戒,叫做半妄语婆娜 受四条戒,就叫做多妄语婆娜 受五条戒,就叫做满妄语婆娜 那这个就是一个开源来的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里面的办法 好过你不受 受五条戒得人生 持三五条戒,当然是大富大贵 如果你只是一条戒 我只是不喝酒,就持一条酒戒 那都可以的,下一世都得到人生 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吧 所以都是人,但是有这个 引满二报 引业就是引你去哪一道 前阶就是引业,引你做人 满呢,就是满你的衣报 就是满你自己 就是人里面有富贵 有贫贱,有好有不好 那你都做人,但是做不好的人 那就够大件事 所以最好就是受了五条戒 这个,但是网语都不用怕的 因为有些,持戒清淨 要到异地才持戒清淨 所以个个都是不清淨的 打网语,对吧 就是,几好的人都好 有时都会打下方便网语 不过方便网语呢,就有功德 所以我们看个戒相表 如何说网语呢 就是放心点 就是有戒定的 方便网语就有功德 譬如你快死了 你说你不死可以的,一定好的 这个是网语,但是帮了人 就是让他恢复信心 那不是一定是坏事 我们看一下网语 第三页 网语的定义就是 口心口相围 言不称实 稀曠他人名为网语 亦涉恶口两恥语 这是口语 所以第一件事 网语的定义就是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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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口不乎 心明明是想这一件 又说第二件 明明是葛生果不甜 你说甜 那就是网语 那这些是大网语 小网语 方便网语 那大网语就说自己证了 自己证了什么果 这个叫做大网语 那说自己是佛 就不是大网语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信 没有人信 但你说自己是正阿网 那就是大网语 所以也有这个 小网语 小网语可以忏悔 小网语又包括 这个 恶口两恃 此语 其实 话就说 包括这四条 其实就是 叫你做这三个 口业有四个 叫你做那三个 当然是不好 你犯了之后 但也不是犯网语罪 因为你不能够定 他说是网语 比如恶口骂人 你说他是网语 我骂他是争 所以这个也不是 不过威仪是不好的 所以又涉了那几个 叫你守网他 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 第二 就是祭义 亦道重固 妄语之人 不吭入道 因为这个 经常打妄语的人 很难入道 为什么能入道 就是说 因为你要度众生 你经常欺骗众生 当众生是傻的 那你怎能够度众生呢 你要帮助众生 要说些他对他有益的东西 明明他不应该买的 你又告诉他 好甜啊 快点买 就是欺骗他 那你应该是遥益众生的 你应该说 哎呀我现在用了一批货 不甜了 赶回几元给你 那你不用做生意都可以 所以这个世界 妄语是很难守的 困惑人孤 回惑人心 脑害他人 那些人 被你骗到的那些 就跳起了 所以 所以妄语是能持的 弊善怒固 开恶端固 欲造恶囊 妄语在先 要做坏事 妄语行先 妄语都不打的时候 你就少些机会做坏事 你开头打了妄语之后 其他都会做的 人家问你 究竟有没有做的 你说没有 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便会做多些坏事 实语益固 言语正直 心地疼白 易得解脱 鬼神素顾 诸天鬼神 舍弃不护 但经常打妄语那些 鬼神都不喜欢 承骗人 所以鬼神都不喜欢 当然不打妄语最好 但是人之常诚 打妄语 所以妄语有很多种 后面有开园 开园 看一个次第先 妄语排在第四 为何排在第四呢 杀道淫排先 田生者生业在先 此为与业故次之 因为生口二 生业是最先的 杀道淫是生业 所以排先 妄语排第二 义业排第三 所以排在第三 排在杀道淫之后 排在第四 年雨业異犯 扯分四种罪暴疫厂 但是口业容易犯 亦有大的恶暴 所以都是要小心 巨圆 巨多少圆成份 第一是众生 你是骗众生之所以算 如果你骗神 不算是骗神 给一些不好的东西供佛 生果酸的 你说拿去供佛 那些上去 法菩萨不骗孙 这个是骗神骗鬼 这个也不算 因为他不是众生 他自己会知道 吃不吃 所以骗 骗鬼神也被骗不到 他有神通 他叫鬼神 他有神通 所以你是骗众生才算 第二是众生想 知道他是众生 骗一些貓 狗 那些都是众生 但是 他不懂得听你说 那你 都不算是 不算是凡症妄语 那些猫 那些 你口吃呀快点吃呀 其实是不好吃的 咬很新鲜 其实是不新鲜 你怎么骗那些猫呢 骗那些猫 骗那些狗呢 他都不懂得听你 你不是骗他 他都不知道 所以 其实 就是 懂听话 懂听你说话的众生 如果不懂 听你说话 你骗不到他 他都不懂 不知道你说什么 那怎么骗到他呢 所以 众生想 起曠心 你有心骗他 如果你没有心骗他的时候 那便 那便 你问你 生果甜不甜呀 甜 但我都没吃过 所以你不是有心骗他 不是说 你明明酸的 你说甜的 那便没有心骗 你吃过没有 所以 四 福事实 隐蔽这个事实 言明了 即是说得清楚 言明了 就是说 你说得清清楚楚 人家问你一样 你答得清清楚楚 其实是妄语的 就犯 如果你说得不清 不错 咦咳 那人家 人家问你 这些生果甜不甜 哦 生果是甜的 生果是甜的 不是指这些 所以 言明了 即是那个人 要知道的 所以 就 不犯 但是不犯 这个妄语罪 所以 妄语 这个 前人解 那个人要解 所以 对些 不是众生的 譬如说鬼神 他不会信 他有他心通 这个 畜生 畜生 也骗不到他 除非他有神通 所以 就不算 这个 轻重 有 有 逆罪 有大妄语 小妄语 之分 这个 有逆罪 有大妄语 有小妄语 法序 非法 非法 说法 破 蜑磨 症 破转法倫症 为逆罪 逆罪 逆罪 就是五逆 五逆 就是破出法生涯 撒父 撒母 撒阿罗 撒阿罗 出佛生涯 这个 这个 出佛生涯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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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倫症 是两种破 破法倫症 现在就不能破 因为 佛不在世的时候 因为提伯特多才能破法倫症 转法倫症 自己说自己是佛 自己跟你的徒弟叫做 自己的邪见叫做法 有佛法症 对真正的佛法症 对真正的佛法症 所以就破法倫症 现在我们就不能破法倫症 因为佛不在世 你自己是佛 人家当你是思过失调 所以就不能破 但是破 破缺磨症就能破 役磨症就能破 人家本来是同一个地方雪界 或者同一个地方仲界 或者同一个地方製作 揭磨 你就是肯定离间 分开两面 这是破 缺磨症 不要跟他们一起 我们自己组织一个争团 这就是破缺磨症 無緣無故把事去破爭因緣 這叫做破揭磨爭 所謂破揭磨爭還是會犯的 你離間一些人 道場很多人 我們做過第二個揭磨 不要理他們了 他們經常都不聽我們說 變了一個地方說法 一個地方仲介 變了兩個地方 這就是破揭磨爭 妄言證聲盟菩薩果惟 奉大妄語終重罪 這句話說自己是聲盟或者菩薩 證了菩薩果惟 這是妄語裏面的重罪 妄言見鬼見神見鬼 慈戒清淨能集善定 善通三藏正世間四善八定 奉大妄語中的輕罪 所以大妄語裏面又有輕和重 這個大妄語 如果說自己是佛菩薩 說自己是阿羅漢 這個大妄語裏面的重罪 這個就是斷頭的 這個就是奉政大妄語 你說自己是見鬼見神 自慈戒清淨能收集禪定 或者證到什麼境界 這個就是大妄語裏面 但是輕罪 以上三種混牛證信 害政法硬估為大妄語 說自己破截魔爭破法輪爭 就是大妄語裏面的逆罪 說自己是正阿羅漢 正佛菩薩 就是大妄語裏面的重罪 如果說自己見神見鬼 得到什麼禪定境界 這些 講妄語 這些大妄語裏面的輕罪 雖然有逆罪 有重罪 有輕罪 但是 大家都是憤重罪 所以在戒律來說 都是憤政大妄語罪 但是果報就有不同 因為逆罪的果報 和這個 說自己是佛菩薩 這個宗的果報又不同 說自己是有修行 正到什麼境界 這個大妄語裏面的 大家都是大妄語 但是果報又輕重 但是owski犯 大家都是犯的 見刑不見不見賢 見盟盟不盟盟 不盟盟盟盟 各盟不國 各盟各 知盟不知 不知盟知 實有盟無盟實有 皆犯小妄語 這些見到說見不到 這些是小妄語罪 最重要是看開園 大妄語開園 開園有生 如果大網園有三個開園 第一 曾常盟 即是自己未正言正 未正到果惟 你正到 生這條蒙頭會不會好些 第二 若說果惟不言自正 或者你只是講果惟 比如說你講經的時候 講阿朗果 或者講菩薩的皆惟 不是說自己正得到 這也不算大網語 即是不算打網語 若欺笑說 方說 如果是欺笑 或是說笑 這樣說 這樣也不算 或者是不經不覺 說錯了 說錯了 這樣也不算 即是你不是有心講 但是欺笑 或者是方說 方說 忘記了 亂說錯了 也不算是 因為你沒有心去騙他 方說是說自己的心裡 也不想騙人 但是你講出來 變了騙人 這個屬於方說 小網語開源 為救眾生及苦及性命 或為佛法 而置無阿心 為了佛法 或者救導眾生 比如人家病到快要死 還可以治療 你不用怕 這個屬於方便妄語 有功德 人家要那個冤家債主追斬那個人 走去哪兒 那個人 本來走去右邊 你說左邊 救他一命 性做漆級浮屠 人家問老闆 你老闆是不是在這裏 我來追債 老闆不在這裏 教老闆一命 性做漆級浮屠 方便妄語 你每樣東西都可以當方便妄語 騙人為公司 都是方便妄語 做生意都不用怕 做生意 人家問有沒有 這層樓有沒有縮水 他說沒有 這個為了公司著想 為自己 為自己又重點 為公司又輕點 但都是小妄語 這個都是小妄語 但是你不受少這條妄語罪 不等人可以打妄語 一樣是犯法 世間的法律來說 當然妄語屬於欺詐罪 欺詐罪 重點就變成道誡 令人有損的 做些道誡 但是如果他不信 是否賣樓 你說這層樓很好 這本是一千尺 你說有1200尺 1200尺 建築面積 其實只有1000尺 但是對方未必買 所以未必是欺詐 你沒有欺詐他 因為欺詐不到 欺詐不到 人家說謊 所以這個妄語罪 妄語罪最嚴重的是欺詐 如果是妄語罪 但有時他不聽 不聽都入罪 如果你說多妄語 他不聽都入罪 不是說他 他相信你才是妄語 他不相信你 你也入罪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道誡 就要真的騙到他 但是妄語就不是 你說到出口就是妄語 不一定他聽不聽 他聽不聽是他的事 所以這個又不同 所以這個妄語 如果是幫人家的 就叫做方便妄語 所以佛呢 那條利可以覆過面 因為他連妄語都不打 方便妄語都不打 當然有福報 此語 此語就是講些 不是合乎佛法的東西 為止息他人 悲傷憂愁囚固 此語 為攝護他人 令信佛法固 此語 恶口就沒得開源 罵人就變得開源 恶口就沒得開源 恶口 兩肆就沒得開源 為何呢 兩肆就是鬥靠是非 這當然是沒得開源 兩肆就沒得開源 恶口就沒得開源 但是此語就有得開源 此語就是講些 不是佛法的東西 就叫做此語 你講些不三 不是不三不四的東西 是離開佛法就叫做此語 平時傾行計都是此語 你說傾行計 不一定是兩肆 不是奔弄是非 是講 講都是此語 所以 要守得很正的此語 除非 都在佛法裏面 離開佛法就是此語 所以出家人 不能講什麼 軍事政治 都是此語 但是你說不講 那就難一點 作為一個人 你不聽周央姬 不講政治 你又不知怎樣去應對 有些事情 你又不知怎樣去應對 所以當然 修行能夠二十四小時修行 修行就最好 所以為此願 兩個開源 為此識他人 悲傷憂愁愁苦惱 勸人 說多些說話 勸人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為此負他人 令信佛法 故 或者令人 能夠信佛法 說多些都不怕 所以此語 又很難守 惡口 都是難守 惡口 惡口又能守 此語又能守 妄語又能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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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口又能守 妄語又能守 這裏說這句 這裏說這句 這裏說一句 那裏說一句 少些聽解 就最好 所以你要守 守小個伺院 就像我這樣 我的手機 平時不開 我要打電話才開 所以沒有人打到電話給我 打電話問師傅 就這樣驚問 誰有空聽你說 我只能待著那個電話 我每天一天 做到一刻 我在做护摩又要聽電話 在收到供養法又要聽電話 我就很不空 所以我關掉電話 你不用找我 如果有重要的事 打去廟宗寺 工作人員就會告訴師傅 有什麼重要事 你媽來了 是泰國來的 難道不聽 他會來通知我 沒有什麼重要事 你不要找我 找不到我 所以我不會打電話 第一 我不聽電話 不聽女眾的電話 我要打電話給女眾 例如電腦那個女眾 我都要叫定師打 打了找到她 才說 不會直接打給女眾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這麼多十年來都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呢 因為有個男生打電話給你 你想別人加變嗎 誰知道你是法師 不是法師 法師不是人 所以一樣會加變 所以你做什麼類型 人家有事找給你 那你也未必要聽 因為不是發教的事 當然不說 說你幹什麼 有些女眾很可愛 那些女眾 一會兒煩惱 她又打電話 告訴你掃腹 你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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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久申請 那樣大件事 所以 現在第一件事 扔到手機 你不能扔 因為手機 你有時 駕駕車 在馬路中間壞了 你都要求救 所以你也要 袋著手機 但不要開 開了 你就麻煩了 所以第一件事 不要給手機人 沒有人知道我的手機 除了工作人員 廟裡的人之外 銀行知道我的手機 但我不開 沒有人知道我的手機 亦都不會打電話給人 亦都很少打電話給人 我只是打電話給銀行 打電話給那些有好需要的人 如果是打給女眾 都叫人打多先 即是叫人打多先 避免很多誤會 這個就此語 避免了很多此語 這個電話真是大件事 電話是有用的 可以用來聽收音機 有時聽聽天氣報告 都可以 聽聽新聞都可以 但你說要經常開著它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現在幾多人 被手機說說說說說說 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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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聲什麼 現在我們都不懂 這麼多這些東西 我們都不是這些人 所以我們不理他 我們沒有人 我們現在不懂得送電話 不懂得收電話 又不懂得收短訊 又不懂得發展訊 你不要以為我們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特意不做的 因為做了就很麻煩了 所以你們不要找我 有什麼事就說經文 如果有很重要的事 告訴別人 那些人覺得重要 就會告訴師父 他就等我吃飯的時候 我過去的時候 師父要有人找你 就說你不要理他 那我就不要理他 那就是網語 這個 果暴 墮沙漠道 打網語 多被委託 懷人所況 所以容易被人騙 所以人騙得人多 言無人受 你說話都沒有人相信 言不明了 說話都沒有人相信 因為你經常打網語 第六 這是果暴 眾不得果 你就算做了很多功德 得不到應有的果暴 第七 口氣臭惡 口呢 口臭 沒人聽你說 口臭的意思 沒人聽你說 如果你是慈戒 慈戒的果暴 口常清淨 而憂伯羅香 這個口常清淨 第二 諸世耕之所順敬 世耕人就順利了 整天都不打網語 不過都很難的了 那些政客 什麼都打 個個都打 就是很難的了 如果你說 能夠不打的 能能可貴 第四 未來生處 行盟如意陰星 整天 會聽到好的聲音 第五 爭自敢得 得無外辯 如果你不打網語 容易得到無外辯才 爭自己的威德 這就是網語 所以網語 你說 哎呀師傅 我搜不到網語 搜少一條 叫多分優婆塞 搜少一條 叫多分優婆塞 我搜不到 搜不到酒駕 那叫半分優婆塞 你少兩條 你搜 殺到淫 不搜網語 和酒界 都可以 這個叫半分優婆塞 半分優婆塞 討好過一分都沒有 所以 這是 沒有辦法裏面的辦法 其實 最好是五條都搜完 難道我一定 我搜了五屆 但我一定要打網語 我搜了五屆 我一定要喝酒 這就不能夠 不說得通 但是 這個是方便的做法 如果你連這兩個都沒有 一天就五條搜完 一天就不要搜 那 個個都不搜 個個都搜不到 他想搜 但是他搜不到 他想搜 就是想搜殺到淫 他搜不到 反正都搜不到 殺到淫 都可以 那你更加不能搜 所以 這個叫化教 教化眾生 所以搜得一條 就不是祭教 祭教 就是無法減 不可以選的 譬如現在三離十戒 比丘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這些是不能選的 沒有菩薩戒 沒有菩薩戒 我受小條網語戒 都不行 菩薩戒 要受完 因為菩薩戒 就是俗些祭教 菩薩戒 沒有化教 在家菩薩戒 在家菩薩戒 其實都是祭教 不過 因為沒有一樣東西 叫做在家菩薩戒 在佛祭裏面 只有菩薩戒 和邱婆失戒 所以 這個 這個菩薩戒 六重二十八卿 是這個 《邱婆失戒經》裏面出的 因為 他在家人要守菩薩戒 但是 他不能夠守正式的 凡妄菩薩戒 因為凡妄菩戒 儒家菩薩戒 有些 是出家人才能守到的 他守不到 但是守不到 又想受菩薩戒 總要在家菩薩 只要受菩薩 《邱婆失戒經》的菩薩戒 給他 《邱婆失戒經》 就沒有說是菩薩戒 但是 《邱婆失戒》 就說 你一個大乘的邱婆失 應該做些什麼 應該不准做些什麼 那就變成了大乘的菩薩 所以 這個就是 一個開源 其實邱婆失戒 就可以說 這個 在家應該具備的戒 但是 和菩薩戒 就相差一點 有些人 不要以為 我受了菩薩戒 那是菩薩 我餵水 但是 你不是 受的 不是正式菩薩戒 就是 《邱婆失戒》 《邱婆失戒》 古德抽了 壽戒品 六寵二十八星 就當了菩薩戒 那就叫做 在家菩薩戒 你說 在家菩薩戒 這個 在家菩薩戒 不能叫菩薩戒 減又不行 因為 如果你在家菩薩戒 都不叫菩薩戒 在家菩薩戒 他們沒有菩薩戒 受到 凡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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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嚴重 迎來送去 每天用四兩金 未必有這麼多錢 所以這些是出家人的戒 出家人能夠做到的 但是在家人要做到 所以一半是化教 一半是制教 在家菩薩戒 制教 就是 原則上 你要遵守 化教 就是你做到就做 做到 一條有一條的功德 所以五戒十善 這個就是化教 而你是沙微 比丘界 比丘界 菩薩界 這個是制教 因為你說了是菩薩 減肉去殺身 敗壞菩薩 所以會影響到佛教的聲譽 因為你制界 就多數有形象 你燃了一個形象出來 別人知道你是這樣 就要有這樣的要求 但是呢 如果你是化教 就沒有了 這個受五戒 這個邱婆塞 都是這樣的 沒辦法 沒有人說 你受了五戒 五戒是化教 你告訴他 五戒是化教 勸我們去做 做到有功德 做不到 不是很大件事 因為你沒有圓形象 沒有再寫著額頭 五戒 掛在額頭上 人家就說 就會毀謹五戒 但是你是出家人 你有一個形象出來 你這個敗壞佛法 會有影響的 所以 這個 就是化教 所以 這個 在家菩薩界 又是化教 又是祭教 是化教 因為它是經 它不是戒律 它是經 幽婆塞戒經 它是償戒品 六重二十八卿 說它是化教 因為它是經 說它是祭教 因為它是菩薩界 因為它是菩薩界 因為它是祭教 因為它是菩薩界 菩薩界是祭教 所以界乎 一半是祭教 一半是化教之間 最好搜了之後 就要仇 這個 這個 我們繼續講酒界 酒界 首先 來個故事 這個故事 講個龍王 叫它第八頁 這個 講酒界之前 這個是網語界 網語界是男詞 不過要異地才遲得清淨 所以不用怕 現在大家都未登地 只是化教 叫你去做 做到這個功德 好像十善那樣 誰守到十善 十善 生天 殺到淫妄 不起心動念 但是 叫你去做 做到多少得多少 有多少功德 互化神 有多少互承 如果你說完全不做 放棄 放棄 就變成沒有功德 所以 這個叫化教 和制教 所以 學習界律 最重要是知道是制教 還是化教 五屆十善 八公齋界 是制教 不是化教 因為它是聲明界 不是願你去做 你受一日一夜 你真的要做到足 不是你 但是你是一用兆凡的 不是化教 八公齋界 是制教 因為八公齋界 就是出家人的界 就是這個 出家人的界 出家人本來就是要長持八公 所以你受八公齋界 一日一夜 你就要尊重 要不就不要受 要不就要受到足 要不就不要當是化教 五屆十善是化教 八公齋界 不是化教 是制教 你受一日一夜 要不就受到足 要不就受不到 就不要受 很簡單 一日一夜 你是貪功德 但你又去犯戒 哪裏是功德 哪裏是過失 所以八公齋界是制教 比喲界 沙眉界 當然是制教 菩薩界 當然是制教 八公齋界 都是制教 你不要以為它是化教 其實 因為你受一日一夜 這不是勸你去做的 沒有人勸你去守八公 哎呀 我守不到 不要緊 你守 本來要犯戒 所以 一日一夜 你就不要拿這個功德 你守不到 你也要拿功德 又要犯戒 就是不尊重戒 不尊重戒 不尊重戒 你制教 也好 化教也好 那一步都很重 你守不到就不要受 八公齋界 不是一定要的 就是 拿功德 但是 你說五戒 就一定要 就算 不想受五戒 但是 你守到殺道淫 但是守不到 這個妄語喝酒 你也要受 就受 半分優婆塞 好過沒有 你受戴五條戒 當然是半分優婆塞 接著 就說 酒戒 酒戒 是遮罪 酒戒 沒有犯重罪 因為 它是幫你守前面 那幾條戒 為什麼幫你守前面 那一戒 因為喝了酒 亂性 現在很多時候 湯先生喝酒 湯先生喝酒 這是大陸的事 大陸做生意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喝酒 為什麼不一定要喝酒 你不喝酒 你又做不到生意 為什麼呢 因為喝酒的時間 說的話 未必算數 喝酒 喝醉 我答應你什麼 到時你問他 那時候喝醉了 他不知道什麼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喝酒的時候 怎麼知道說什麼 有些事 說出來試試他 你給我 你發牌給我 我給你一些好處 說完他要告你的時候 我喝醉了 你不能告 即是有時試探一下他 你給我生意嗎 你給我生意嗎 那你 說到不給 或者給 醒了之後 可以不明白 所以做生意 即是用來試探 你不喝酒 不要喝醉 你喝醉了 被人試探 你的事出來 你不喝醉的時候 你就做生意 這是一個手段 你不喝酒 就不行 大陸的時候 大陸最喜歡喝茅台 茅台 百分之什麼 六十幾 八十幾 八十幾 八十幾酒精 含量我喝了之後 上腦 如果你說普通的啤酒 來講 就7% 但是 你說你不喝酒 不喝酒 蘋果汁都不會喝 蘋果汁要2% 蘋果汁 蘋果汁 就是發酵 那些人炸了汁出來 隔夜就變了發酵 所以都是2% 你沒有飛機 我要蘋果汁 你以為蘋果汁 蘋果汁其實都會喝醉 會2% 不是啤酒 但是它都是2% 所以你說 所以酒能亂勝 所以最好就不要喝酒 因為喝了酒之後 你就不能夠控制自己 這樣就會犯到上面那幾條戒 所以酒戒是遮罪 不會犯重 但是它就幫你守前面那些 最好就不喝酒 不喝酒又不能死 我們這麼久沒有喝酒 又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都很少喝酒 在家那時 或者未受戒 都不喝 苦的又辣 不是果汁 又不是糖水 喝來做什麼 喝到不喝到很興奮 要興奮又怎樣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借酒消愁 我們沒有仇 所以不用借酒消愁 所以不應該喝酒 因為酒這件事 雖然喝少許酒 對身體未必有害 紅酒 紅酒 白酒 什麼 什麼 北方人喜歡喝白酒 南方人喜歡喝紅酒 所以他們喜歡喝白茅台 國酒 假酒 有很多 佛 現在說酒界 酒界 就是幫助你手後面的一些界 所以這裏就是講個姻緣 講個祭酒界的姻緣 這個關係到一個阿羅漢 佛在知提國伯陀羅婆提一 是處有惡龍 明昂波羅提陀 昂波羅提陀就是惡龍 印度的龍叫做Naga Naga就是眼鏡蛇 大眼鏡蛇王叫做龍 這是最威水的 我們中國的龍是看不到的 中國的龍是沒有生物的 可能以前恐龍時代有些頸長長 整身長長的龍 但是現在的時代就找不到 可能最早有我們中國的龍 不過現在找不到 又會飛又會成的 現在未必就有 但是說沒有 還要經常有人見 有些人見到 因為這是靈界 因為龍已經屬於靈界 它不是屬於人間 所以你沒有功夫的時候 平時這些人是見不到龍的 但是有些人 入定 或者見到有時 行大雨的時候 我們每次都聽到 哇 見到這個龍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靈界的 所以一天會見到龍的 有些小孩 比如說太平清照 那時見到猛天神佛 見到龍飛來飛去 那他們真的見到的 因為他們是小孩 看到靈界 比如說打太平清照 或者有時做那些 潮州大戲 那些 那些 7月14日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經常都見到 猛天神佛 看到那些 看到那些 帝色 看到那些 天兵天將 這樣都會見到 因為那些是靈界 所以 我們的龍是屬於靈界的 但是印度的龍叫做 暴海 那這條龍呢 叫做 暗波羅提陀 無人得到其處 象馬牛羊陀路 托陀無能更者 駱駝啊 什麼牛羊都不能夠啃它 一啃就給牠吃了 好嗎 乃住之鳥 不得上過 因為牠會飆上來 吐那些小鳥 那些小鳥都不能飛過 秋菊熟時 破壞朱菊 那些菊脈成熟的時候 你會在田內捐捐捐捐捐捐捐雖 捐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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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游行知泰國 去到知泰國 戰到北陀羅波提 過時夜以 神朝著衣似撥入村黑石 聞此一有惡農名 甘波羅提陀 恐怖惡害人盟了受 不得到其住處 秋谷壞事 破滅諸谷 蒙以黑食至甘波羅提陀龍王住處 傳樹邊下 呼座巨大座 因為他是阿羅漢 所以他會去到龍裡 鴻蝠條龍 叫紅龍羅漢 所以蒙蒙衣氣 蒙到衣服的氣 說會有人入我地盤 即發爭露 從生上出煙 眼鏡蛇會噴露出來 所以眼鏡蛇會噴露出來 中毒一樣會死 因為他可以噴露出來 生上出煙 他會噴露出來 你會噴露出來 被他弄到眼裡 弄到一樣會有事 長老上老沙騎陀即入三回 以神通力生上亦出煙 龍陪爭露出煙 身上出火 那條龍呢 見到你出煙 他又出煙 出火 沙加陀伏入火光三回 身亦出火 阿羅漢亦出火 龍伏雨拋 這個龍呢 龍呢 又雨些 雨些 雨些拋出來 沙加陀呢 又會這個 落薄 又會雨拋 即是落薄 落到一些石仔 一粒粒地打過去 這個就是落薄 那個 什麼來的 我作呢 作是諾薄,好像餅那麼大 作就是諾薄,好像色驅餅 色驅餅是一種餅,水餅,菠蘿餅 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是印度薄餅 印度薄餅有食,但那些什麼菠蘿餅 什麼水餅,什麼色驅餅 現在都不知道有沒有,以前有的 總是知道餅那麼大顆,打薄落薄 又好像很大顆,打下去 龍伏放霹靂,閃電 沙騎陀變作種種風起軟餅 沙騎陀變了很多風起的餅 因為他作霹靂 龍伏與弓箭刀收,沙騎陀變作 幽伏放霹靂,拒謀陀花 波頭摩花,驅謀陀花 他與弓箭刀變成花 時龍伏與毒蛇五弓,討折有盈 沙騎陀變作幽伏羅花應落 尖蒲蒲花應落,絲花應落 阿提陀多騎花應落 這些花我們全部沒有,不用理會 這些花我們沒有 當然,你要知道的時候可以看 看經裡面的花,或是藥墨 你可以查的,但這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這些花我們沒有 除了這個花,麻福省 這個麻福省那個,那個叫什麼花 那個叫麻醉那個,什麼花 如是,如是等龍所有勢力 盡言而沙騎陀,如是應得已 盡言而沙騎陀,如是應得已 沙騎陀,龍又應種種的威勢 剛才說的,蒙陀羅花是印度的 印度有蒙陀羅花,我們也有蒙陀羅花 有些人說,哎呀,種了蒙陀羅花 朝華法師那裡種了些,又紅色又白色 我說,老法師,這些花人用來送笨 現在拆了,所以蒙陀羅花是用來送笨 我們中國用來做馬北省,馬醉 蒙陀羅花都是花,常常都有蒙陀羅花 蒙陀羅花是印度的,都是聖花 不是聖花都不會用來送笨 是送笨用的花,佛入滅 佛入裂盆的時候,走到半路 因為家業孫者去遊花,去外面遊歷 看到蘭陀伯蘭陀,六群比丘 拿著送笨用的蒙陀羅花 所以蒙陀羅花是用來送笨的 所以現在都不種,因為蒙陀羅花是有毒的 所以不要種一些毒草 黃蟬那些,聖誕花,一葉食死人 那些一稟紅又一稟紅 所以香港有七大毒草 黃蟬,聖誕花,這些都是毒草來的 蒙陀羅花都是毒草 一吃下去就要麻醉,麻醉麻福省 所以這個華陀骨療傷和轟帝 就是給他喝麻福省的 所以麻醉,這個是中國的麻醉藥 最先用的麻醉藥 如是得以不能勝故,即失威力光明 他鬥不過長老沙家陀的時候 那條龍就軟了,即不能再失光明 知龍勢力已盡,不能復動,便作世生 那隻龍勢力已經盡了,不能夠 所以龍的蛇很有趣 明師以前在杜倫法師居住 有眼鏡蛇,在門口的石下 有些響尾蛇 有一次蛇不讓他出門口,便在那裡守住 他有三條 他自己弄了一塊東西,弄了一塊像棉花 那些人捉那些蛇、蟬,弄了一塊棉花 在棉花上,被他放到眼鏡蛇 眼鏡蛇看到有東西來,便襲擊他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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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一塊棉花,咬咬咬咬咬 咬到力量用光,便軟了,一塊一塊都在 那他用掃把掃掉,即是用掃把,垃圾鏟掃到 因為這些蛇,他會撲擊的 一撲擊的時候,他撲得幾撲到 他就用光,用光,散光 現在這條龍王,這條龍也一樣 勢力盡,便變作細生,不能復動 這是蛇的特性 所以你看到蛇的時候 昨天定師說,有時候蛇盆著在那裡 不讓牠過,結果牠過不了 傻的,整條燭光扎著它 他說打蛇垂棍上,你整條長一點便行 打蛇垂棍上,你不是讓牠打,讓牠咬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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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所以那些人說,地童仔,法師說 地童仔全部都是毒蛇 我說,為什麼全部都是毒蛇 他說,居士很發心,毒蛇快被人劏了 我捉毒蛇去放,放在地童仔 整個地童仔都是眼鏡射 你捉,真的很發心,放在你自己家裡 放在地童仔 因為地童仔是法師,超渡他 法師被蛇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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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人專門放毒蛇,不要放在我們那裡,聽過信 從耳兩邊,從龍兩邊,變成世生 上路沙陀家,從梁兩耳仔入,從兩銀出,從鼻出,捲來捲去捲去 口中出,在蛇頭上,往來驚行,不傷龍身 龍又傷不到,以時龍堅與世事,心跡大驚,捲衛 身體走來走去 合掌向盡路,上路沙家陀言 我歸於願,沙家陀答言,願莫歸於我 當歸於我師,歸於佛,龍言 我從今歸三寶,知我盡行,受作罰,休婆 塞了,龍又受歸於,是龍受三自歸於 作罰弟子,以便不作如先賢的惡事 歸於之後,不做壞事 諸人了受皆得,皆得道所,秋菊屬時 不傷破,不復傷破,如是明星,留報諸國 沙家陀長老的名聲就大了,因為洪復了一條龍 難洪復龍,惡龍,哲靈,哲靈,諸人,及鳥獸得道龍功 所以復龍我看,紅龍復虎 秋菊屬時,不傷破壞,因長老,長老沙家陀,明星留報 諸人皆作,作食,全請之 每個人準備食物,請他吃 時中有一憑女,信教請長老,長老沙家陀,沙家陀,默然授意 有些請他應共,朋友請他應共,但不能拒絕 人家要供養你,你一定要受 受了之後,要受的,因為你不能分有錢 這個戒律上,這個家業先者專門應那些窮人的供 這個衰菩提,專門去那些有錢老 那些人就說,衰菩提,你貪飲,你貪飲,你貪吃 他說,不是的,有錢人要積福 現在他的有福是因為他以前積了福 現在讓他積多一些福,福布就會更嚮嚇 所以都是好心來的 大家涉專門去應共的窮人,為甚麼 那些窮人是沒有中福的 所以就給他中福 中福之後他們是有錢的 他們兩個都對 所以你喜歡吃好東西 吃不好東西 兩個都對 所以憑女請長老公出名 本來不用承認有錢的人 承認窮人的做甚麼 不過給他中福 沙卡陀墨言 授意是女人惠奔明蘇乳味 授意食之 女人思為是沙門暫視明蘇乳味 或當發冷便取以水色酒 持之與沙卡陀 因為乳味 即是冬的奶 冬奶、酸奶、乳酪 他怕沙門吃了酸奶 或者他會發冷 不如給他一點酒喝 讓他生氣一點 這樣就不會有病 所以拿些水色的酒 好像水那樣的銀色 因為酒味 酒的味道 和水接近 酒的色和水接近 北漢便飲 與沙卡陀 不看便飲 如果他聞一下 都可能不飲 可能是Cita 可能是葡萄汁 蘋果汁之類的 酒精低 但酒精低 有些人一樣醉 喝一滴酒也醉 有些人喝大瓶也不醉 有些人喝一滴醉 所以酒量是個個不同的 所以不要喝酒 不看便飲 飲以為說法便去 過此中 以時酒勢便法 頭頭說沒事 喝了下去 因為喝酒不是馬上醉 去到紙門的時候 醉倒地下 曾騎羅伊等 淚水囊 撥將 油囊 草草折 針統 各在一處 頭頭行有十八樣東西 隨身 淚水囊 增其泥 三衣 淚水囊 撥 石像 油囊 草鞋 針統 針統 針統都是 帶少許鹽 因為印度熱 不夠水份 補充些鹽 這是十八樣東西 頭頭十八樣東西 全部散在地下 人在一處 罪無所覺 以時佛與阿羅康遊行到處 佛見是比丘 知而顧問 此是何人 答應細尊 此是長老沙騎堂 這是洪龍河 羅康來的 佛職與阿蘭 是處我為夫助 奔水襲增 阿蘭受救 於是夫助 以奔水襲增 以伏伯 佛言 世尊 我以夫助奔水襲增 佛知其事 佛職洗足座 問諸彼佑 所以 洗腳是很重要的 因為印度不穿鞋 印度沒有鞋 沒有鞋穿 所以每一次上座 都要洗腳 因為不能夠穿鞋 就算現在托撥 那些人都不能夠穿鞋 平時下午去街 當然要穿鞋 馬路很熱 但是 早上化完 不能夠 所以 頭頭一個月出家 辣到跳起 嘩 我們在台灣 要走腳 都不是走很遠 都是很厲害的馬路 人家早上托撥 那些是早上 沒有太陽曬 太陽曬 你不要穿鞋 很辛苦 所以要洗腳 文豬彼佑 曾見盟有農名 鵪波羅提陀 空暴惡害 先無人得到其處 將馬偶陽 陀勞托陀 無能盜者 乃著資料 無淡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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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仔又不能夠到 人馬又不能夠到 秋谷屬時 破壞朱谷 善男子 沙騎陀能之 復令諸人及了受得到全上 是時眾中 有見者 仁見世尊 盟者 仁盟世尊 尊佛與彼憂 依願云何 此善男子 有個是時眾中 即有些人聽盟的說話 有些人聽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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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佛 真是有這樣的事 善男子 這個佛 依願云何 善男子 沙騎陀 今能節復哈摩佛 能不能節復些 急拐 禽拐 答應 不能 因為他喝醉了 世尊 佛言 聖人喝酒 善如是失 聖人喝酒 善者醉 何況 逐凡夫 如是過 若過是醉 加油 飲酒 故 從今日 若然我佛弟子者 不得飲酒 乃是小草頭 一滴 亦不能飲 所以不能飲酒 因為有熊羅漢沙家陀的故事 所以佛從今制戒 不准飲酒 因為飲酒可以聯盛 無論你平時多好也好 你的家庭辭得多好 一喝醉了酒便大事了 所以佛是很有智慧 現在有多少事 因為酒而引起 飲酒誤事 佛總總苛窄 飲酒過失而 告諸彼 憂婆失不得飲酒 有兩種酒 一是菊酒 用五菊來釀的 即是米酒 木酒 木酒 就是用根莖葉花果 用花、葉、根莖、花果、蘋果、葡萄酒 這些是屬於木酒 米酒就是菊酒 用種種種種子豬果者 用種子樣都不可以 集作酒 酒色、酒香、酒味 酒色、酒香、酒味 有三種 酒色、酒香、酒味 飲能醉人 是名為酒 有酒色、酒香、酒味 無論它有酒色、酒香、酒味 三樣東西具足 或者只是有酒味 或者只是酒香 總而知它是酒不行 因為平時沒有酒色、酒香 人們很難辨別它究竟是否酒 所以喝酒和前午是淡淡飯 一口就介於一個過濕 所以你說喝錯了 那瓶東西放在那裡 不知道是什麼 那瓶東西 那瓶東西 咦?酒來的 立即放下 拿出來 拿不到就算了 第一口 第一口都是飯 但是放一個過濕 如果你說 哎呀! 都喝了 喝了一瓶東西 那你一煙煙 喝一次就放一次 喝一次 喝一口就放一口 所以喝錯了 可能沒有飯也不定 你撒一口就沒事 但你明知道有酒 還繼續喝 那就飯很多 所以是煙煙飯 喝半是酒 都是差不多 除煙煙飯 若飲田酒 除煙煙飯 是葡萄酒 若飲菊酒 能醉者 煙煙飯 喝酒能醉的 都煙煙飯 若浸桃酒 煙煙飯 酒粗 即是讓出來的 酒剩下來的 都是煙煙飯 若飲酒墊 除煙煙飯 這麼多種酒 我們都不知道它是怎樣 酒 而只是酒色酒香酒味 它是酒的 叫做酒 不喝得 你喝了之後 覺得它有酒味 不喝得 若飲以酒色酒香酒味 能令醉人者 除煙煙煙飯 所以你沒有理會是否酒 是否叫做酒 但它有酒色酒香酒味 喝了之後 會醉的 有少少微醉的 都不算 都算飯了 所以啤酒 什麼酒 都要小心 啤酒那些就飯了 就算你喝這個 蘋果汁 有2%酒精 有些人都可能喝醉 但是 都是不要喝 最好你懷疑就不要喝 不喝酒 不死得 但是你飯了一屆 會損害你的威德 沒酒 沒香 沒酒香 沒酒味 又喝不醉的 如果你說蘋果汁 那算不算呢 你可以算是喝了 但是也可以算是酒 如果你不喝的 你蘋果汁都沒有喝的 你蘋果汁都沒有喝的 你蘋果汁都會醉 但是呢 如果你說喝了之後 不醉的 即是你喝1% 啤酒 7% 啤酒都不容易喝醉 不要喝蘋果汁 所以不怕的 喝了之後 都不算是喝酒的 不過最好連蘋果汁都戒 即是你懷疑 你喝了下去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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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喝了 所以我們看回介紹表 所以酒呢 酒香酒色酒味 那你說用來煮菜呢 煮菜你不知 當然要吃 你知道的時候 就不要了 自己煮 那你外面 吃的 下了酒 多數不會下酒 但是有些東西是有酒的 我們常常都會 都會吃錯的 譬如說你 朱古力那樣 我看到朱古力 就放進口裡 酒心朱古力 那是不是吃完它呢 最好還是拿出來 但是好像很浪費 吃完它 下次不要再吃了 這樣都很可疑 因為它是做了糖 你都不知道 但是最好 如果你要買的 那不要買 有酒心朱古力 酒心朱古力 我們就最喜歡 買它送給那些日本仔 酒心朱古力 他喜歡吃 他沒有遲這條界 喝波野湯 他最喜歡 最喜歡 不過我們當然不會自己買 有些在家 又會買 有些小小瓶 那些 馬爹 那些 他做了一張酒 在裡面 這個什麼酒 那個什麼酒 白冷 白冷底 一瓶瓶酒 那些是朱古力 這些是朱古力酒 所以我們自己吃的時候 我們覺得它有酒心 我們就不要吃 吃錯了 就拿出來 不拿出來 都不要吃第二顆 所以這個酒色酒香酒味 這個酒 酒 第一 定義 酒色酒香酒味 飲之令人分醉 放逆之名飲料名酒 飲則分解 這個酒色酒味 喝多能醉 喝多不能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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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幸運 不是等於可以喝 所以 最好酒色酒味酒香 它叫酒你都不要喝 你說有酒不醉 有些人會醉 有些人不會醉 你平時喝不醉 到那個時候又喝醉 那怎麼辦 所以不能夠喝 酒有兩種 一種是菊酒 即是米酒 Sake Sake Sake就是日本酒 這個是米酒 米酒 雙精 媽精 全部是米酒 木酒 就是花果 葡萄酒 葡萄米酒 果 羹 茎 葉 草藥 所釀成的 就叫做木酒 一種叫菊酒 一種米酒 或者木酒 花果 都算的 葡萄酒 都算木酒 為何要不喝酒 第一 失禮而 酒能令人醉 迷醉 失禮 威宜 佛大子 喝醉醉醉 不行 第二 破政界 醉事能破一切界 墮落惡道 因為喝醉了 甚麼事都殺到 人網都做得出 所以 不行 所以 二 失定位 經典裏有個 憂婆塞飲酒 然後 偷了隔壁的雞 湯鬼來吃 隔壁的人來找 發生關係 甚麼界都犯散 所以 不能喝酒 所以 喝酒 破政界 失定位 酒醉分亂 分塞迷明位 令人癡迷 不能喝酒 你說 我們去罰頂 凌波車 倒酒 讓你喝 又怎樣 當他是金路 沒辦法 凌波車是酒 不能喝 你便不要去 你要喝 一去就要喝 倒些暴露酒 讓你不喝 但 喇嘛平時也不喝酒 那些是金路 所以 共戶法的金路 所以 很難 所以 不要喝酒 不過 它是法 你不能生感 所以 唯有 人喝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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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便 拿出來 或者 找機會 弄酒 這樣也沒有辦法 你當他是金路 但你又不可以平時 當酒是金路 你獲命喝 這樣又不可以 會亂性 選財利 使人 消耗 財物 選醫部 選財利 酒很貴 喝酒 不喝酒 不吃煙 撐了多少錢 撐了多少錢 撐了看醫生 這條數 所以 無端霸市 去喝酒 這些真是很蠢的 這些 對身體沒有益的 喝蘋果汁 喝酒做甚麼呢 增疾病 隱生多種疾病 選症部 喝酒傷肝 很傷的 喝酒之後 口渴 很傷身體 生災禍 喝酒 引起跌破 傾伏 不要開車 喝酒 喝酒開車 酒後駕駛 重大件事 鬥勾兇殺 車禍等事 所以 喝酒之後 不能控制機器 因為你不能控制到 你酒能聯盛 所以令你的注意力 不能集中 就算你行路都容易跌倒 所以 喝酒是百害而無一利 你說 增加血液循環 很多方法 不只是喝酒 前四為聖戒在先 酒戒為遮罪 所以酒戒不會犯重 不過 要守前面那四條戒 你就要喝酒 因為 阿羅康飲酒 聖人飲酒 尚且如此 何況不是聖人 鄧菩薩戒則 孤酒重於飲酒 菩薩戒則不准孤酒 孤酒就是重罪 喝酒就是輕罪 因為孤酒 就是 隱眾生飲酒 勸眾生飲酒 隨眾生飲酒 隨眾生飲酒 所以 五百世無首 你遞酒給人 那些人網上就問 哎呀五百世無首 我倒酒去供佛 那怎麼辦 法人不喝酒 不過那些胡法喝而已 這些 尤其西藏那些紅白布禮 那怎麼辦 就當他是甘露 你要供佛 要這樣想 那沒辦法 你沒當過喝酒 因為你當天人 你倒些酒給大家喝 可以嗎 打一天不會醉 以為打一天不會醉 他不會喝醉 天人喝多少都不會醉 他自己喝 他不是真正喝 天人是可以喝 所以給天人喝 不可以說沒有過濕 但是 不會說五百世無首 不用怕 所以 天人啊 這些 這些 不會醉 所以你給他喝 給他喝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自己會節制 天人 不是人 人喝了會醉 天人不會醉 所以 過濕就沒有遞給人 但最好就沒有 不好的時候 又怕他不擁護你 那你就問他 我是佛弟子 我以後不共酒 你不高興就出聲 他當然不出聲 不出聲就說不要共酒 所以 你要共酒 就當他是天人 就不會喝醉 所以 這個 看你 看你的事 所以 法弟子來說 最好是 連這些都不要動 車子宏定都懷疑 不要共酒 但是 如果你是共酒 也不用怕 他是天人 喝不醉 所以 不會有酒的過失 天人喝醉 天人不會喝醉 不會喝醉 是酒 凡作 酒色 酒香酒味 就是巨原 一切就是酒 酒香酒 喝之能醉者 這個叫做酒 所以 沒有重病原 喝酒則煙煙煙 如果你有重病 醫生說 你一定要用鐵打酒 用鐵打酒 茶 當然不算喝 不會醉 但如果人家說要喝酒 醫生一定要開荒 鋸扒都可以 醫生開給你 喝酒 他一定要喝 你問醫生 不喝死不死可以的 醫生說不喝不行 你便喝 這個不犯的 責任在醫生上 不在你身上 你為了 為了治病 便可以喝 鐵打酒 沒有所謂 搓外用 有多少腎肉 令皮膚吸收到 所以這個便沒有所謂 有些一定要走來治病 有些一定要走去治病 這樣便可以 如果不是 就煙煙煙 喝一口便煙一次 所以喝錯 就馬上拿出來 那便沒事 喝錯了便沒事 開口 如果你說 都喝開了 喝完那瓶 那便喝醉 那便一定煙 所以煙煙煙 這些便是煙煙煙 飲食都是煙煙煙的 所以你吃錯了 不要吃便沒事 所以我們有時候 放一些朱古力 一瓶酒味 唉 朱古力多數都有酒味 有時發酵 有時性 所以最好不要吃朱古力 自飲酒 犯五界中 酒界 那便是 孤酒 釀酒 犯菩薩界最重 那便是 自己喝酒 便犯酒界 自己 孤酒 釀酒 便犯菩薩界的重罪 更需要六重 六重裏面 一條孤酒界 但是呢 喝酒便犯輕罪 喝酒便犯輕罪 自己喝是輕罪 南生律祖宏 喝酒 有人依下家 家生牛者 五生 沖 非 蒜等 沖蟹蒜等 正盟無恥 你仍然記受靜戒 煙難淡淡 聲臭 你不可也 有些人 在酒界下面 加多 不准吃五生 以為這就是酒界 其實 律便沒有規定 你不准吃五生 律便沒有在酒界下面加五生 五生是另外一樣東西 五生就是吃了 你的口會臭的 吃了五生 那些鬼神 就會領你的口 你睡覺的時候 鬼神會領你 吃了大蒜 那些鬼神會臭的 領你的口 變了損失你的道力 所以呢 五生 五生不好吃 為甚麼不好吃呢 蔥 蒜 蟹 這個 輕渠 這個 柯毅 這樣叫做五生 蔥 蔥 蔥知道了 蔥 扁扁的 蔥就是圓 蔥就是扁的 蟹 蒜頭 蟹 蒜頭 蟹 這個 柯毅 沒有 臭草 這個柯毅 可以入藥 但是平時不吃的 一個輕渠 這個 又是 印度的 柯頭 那類 那類 所以兩個 我們東土沒有的 那些 那些 就是蔥 蒜 蟹 這個 這個 蔥 蒜 蟹 三樣東西不好吃 為甚麼呢 生食 能發飲 熟食 就會傷身體 因為生食的時候 就會 起個肉念 起個肉念 所以收盈人 就不要吃這幾樣東西了 而且它是臭 令到口臭 那些 惡鬼 就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善臣 就不喜歡這個味道 那些天人最怕的那些 那些 所以吃五生 會損你念經 功德 所以就不要吃了 那些北方人 最喜歡吃大蒜 食成 那你念經 那你 那你 有些過分的 所以 這個五生 明顯不在酒家裏面 家律裏面 但是 但是 你應不吃 因為不吃 就不會死得 不吃蔥 不吃蒜 不吃蟹 你沒吃那麼久都不死得 死得的東西 你吃來做甚麼 很好吃嗎 一定很好吃的 所以 甘胺吸煙 亦應判為不可 食煙都不行 食煙 吸毒當然不行 所以 這些屬於遮罪 最好不要吃煙 喝咖啡 都最好不會 但是 喝咖啡 是個個都喝的 那些小城 最喜歡喝咖啡 咖啡呢 其實有咖啡 因為喝都會興奮 不過 你說 是不是要戒咖啡呢 見仁見智 戒在裡面 印度究竟有沒有咖啡 不知道 現在有 以前有沒有咖啡 不知道 不過咖啡真的吃了很興奮 吃了整晚睡不著 眼光光 所以 照計都是麻醉 麻醉品 不要吃得太多 咖啡 如果你扣這些東西來提神 不如喝奶茶 奶茶一樣 奶茶少一點咖啡 因為提提神 最好不用提神 睡足就不用提神 沒得睡 當然要提神 吃煙更加不行 吃煙來提神 更加不好 吃煙仔 損害更大 所以 看看哪個好處 喝咖啡也勉強 最好喝奶茶 能夠喝奶茶 洗腎 喝奶茶 不可以喝咖啡也勉強 好過吃煙 吃煙一定不行 開圓有兒 病時偏以諸藥置之無厚 非酒不如方此伏之 如果有病 吃其他藥不得好的 一定要喝酒 醫生開的都可以吃 若以酒逃瘡即外用 你也可以 如果用酒來逃瘡 外用都可以 喝就不可以 菊酒不應吃 菊就是發酒那些 就叫做菊 發酵那些 酵母 酵母 發麵包都有 不過麵包就不是酒那麼多 不過都會醉醉地 有些麵包吃了都會醉醉地 因為它用得發酵的東西 這句叫做菊 這個菊是用來發酵 酵母 所以不能夠醉得多 最好是不吃麵包 最好是煮飯吃 不好吃麵包 法國麵包也好 中國的蓮蓉包也好 都是不好吃的 因為吃了醬味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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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行 但是 如果你說吃菊 一定不行 吃酵母 要當作酒 即是酒 它發酵 當然不行 但是你說發了麵包 那就沒辦法 不吃 你要吃就一定要吃 但是 就選一些沒那麼重味 麵包有些 真是吃到你醉 我吃過 吃到焚脫脫的 所以 酒粥 不能夠吃 剩下來的酒粥 這個菊 就是發酵母 這個酒粥是白色的 即是發酵 剩下來的 酒渣 酒渣 一定不能夠吃 食中有料酒 食之不醉者無飯 如果你說 去街吃 發覺裡面有酒 難道不吃嗎 人家請你吃飯 不行 這些有酒 有酒味 就是煮菜 當然 吃少些 如果你吃了 覺得會醉 你一口也不好吃 如果你覺得不醉 就勉強尊重 煮人 受酒戒 自己煮菜 千萬不要下酒 自己煮菜 因為你可以不下的東西 就不下 但外面吃就沒辦法 吃了之後 叫市姐來 有酒 怎麼辦 不走 怎麼煮菜 受酒戒者 不得吸煙及五生 所以吃五生和吸煙都不行 這些有雙生體 沒有利益的東西 這就是酒戒 所以五戒 現在說完了 五戒其實是化教 就是勸你去做的 做不到就沒有犯戒的罪 就是沒有特別犯戒的罪 但你犯重罪也不行 所以五戒雖然是簡單 但你犯正重罪殺人 殺到人亡 你犯正重罪 叫邊地 以後不能夠再受其他戒 這叫邊在人 所以不可以勸人受五戒 勸人歸醫就沒問題 因為歸醫不是戒 歸醫什麼都做得 食雜藥 什麼都可以 歸醫 歸醫就沒有戒 但是 如果你受了五戒 勸人受五戒 的時候 誰都勸他受五戒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你不知道他遲不遲到 他不遲不遲的時候 他犯正重罪 就說不用受教 所以這個就不行的 這個就不可以 不可以隨便勸人 所以這個五戒 雖然是化教 但是敵優時有犯了都很嚴重的 但是你說不要受五戒 就沒事了 不行 五戒是人的道德標準 所以你不受五戒 即是不想做人 即是不想做好人 你做法大子 又不想做好人 那怎麼辦 所以一樣要受 你受到的時候一樣要受 因為這就不受五戒 因為這是好人的標準 沒有殺 沒有道 沒有妄語 沒有喝酒 沒有殺到淫妄酒 這是世間的好人 好好先生 那麼你做法大子 又不想做好先生 那這樣就大事 所以都應該受的 受到就應該受 如果受不完五條 你受一條也可以 受兩條也可以 這個是開源方便說 這個雖然不是這麼好 但是好過不受 因為是化教 手都要一條低一條 所以這個古德 苦口婆心 用心良苦 叫你受一條兩條三條 那麼其實呢 這一個就是一個開源來的 那麼這個 但是你受了五戒 飯戒的時間少 你飯戒都是 二十四小時裡面 都是幾分鐘而已 但是你不飯戒的時候 就是遲家 所以遲和飯 你不飯就是遲 所以你受了戒之後 睡覺 那個戒一路增長 只要你不飯 一路增長 所以你隨便有精 增長的時間多 飯戒的時間少 飯戒可以懺悔 那麼更加可以消業 那麼可以懺悔 那麼這個 但是不飯的時候 連懺悔都不會 所以 所以 種戒的儀鬼 還是要的 就是我們受了五戒 還是需要種戒 種戒的 種戒的原因就是 第五頁 這個就是 宏一大師裏面 整出來的 這個 上香 南無本師 加雲離法 跟著懺悔 往式左道諸可義 跟著就是種戒 諸佛靜戒能得盟 跟著呢 就種五條戒 好義 跟著發願 跟著又回向 這個呢 白月十五 和黑月十五 因為呢 這個印度 就有黑月白月的 記住 白月呢 就是由初一到十五 就是一路光的 月亮一路大的 叫做白月 月亮一路黑的 叫做黑月 由十六到三十 叫做黑月 就是 那個月一路一路細的 所以種戒呢 不是初一十五種的 是這個十五和三十 十五呢 就是白月 白月的白月 就是最光明的 白月 那這個三十呢 就是最黑的 所以呢 最多的那一日 不是十五初一 初一十五 而是十五三十 因為你種了之後呢 就個第二個呢 就是白月的了 初一是白月來的 所以呢 你這個呢 就是 如果你不空的時候呢 就可以退前些 退前些 不是十四十五十六 如果你是白月的話 那如果你是黑月呢 就不可以退到初一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又或者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這個呢 所以呢 所以種戒的時候呢 第一你可以懺悔清淨 就是可以懺悔 因為清淨了之後 再辭戒的時候呢 那你說 哎呀做多個儀式 人家個個都沒有做 人家個個都沒有做 你做 那就是佛菩薩特別風氣 那你做多些事 沒問題的 你看幾多分鐘呢 你都要做早晚課 找你做功課 做功課 看幾多分鐘 這裏都不用五分鐘 五分鐘、十分鐘的事 那又可以保持你的戒清淨 因為你懺悔嘛 要懺悔清淨嘛 謺悉了 所以呢 重戒就好過不重戒 所以呢 應該就是重戒的 初一十五的時候呢 自己重戒 人家不重而已 你可以重的 比丘戒 比丘戒 三尾戒 一定要重戒 但是這些五戒 其實都是要重戒的 那如果有犯的時候呢 如果一份忠罪 那要去出家人懺悔 給人殺生 殺到那些狗、貓、大隻些 或者你殺小的 那可以去佛前懺悔 蠻、蟹、蟑螂 那些不要麻煩師傅 那些不行 所以就 那些呢 就對自己佛前懺悔得了 所以有懺悔的時候呢 那戒就清淨 那戒清淨的時候呢 那些鬼神就看到 鬼神看到會護持你 護持你呢 你修行呢 就順一點的 要不然你不注重戒律呢 那些鬼神不喜歡你的時候 不護持你呢 那你修行呢 就好多障礙的 那所以呢 這個重戒呢 仍是需要的 這個呢 這個呢 仲戒的儀怪呢 大家回去慢慢想 這個呢 就沒問題的 只是五分鐘 十分鐘的事 五分鐘 點完香 十分鐘就做完了 那你也做功課 你應該不做多一個 所以呢 這一個呢 是好的 那你刺小的懺悔精靜 是不是 每個月都懺悔 所以呢 難受懺悔呢 是好的 那我們呢 《丘華室五上戒經》 就講到這裏了 所以呢 就不用怕五屆的 受懺悔那些人呢 要學個戒律 學到那個戒律呢 你知道開傘 遲放 那如果你說 哎呀我不學啊 我怕啊 你怕的時候呢 你犯戒的時候呢 有罪加一等 不學無知罪 你受了就應該學啦 雖然 五屆呢 是化教來的 那就沒有條 不學無知罪 沒有罪加一等 但是 如果比丘比丘離戒啊 或者三離戒呢 就是你受了戒 菩薩戒 你一定要學 如果不學的時候呢 最佳一等 不學無知罪 加一條 加一條 不學無知罪 那這個五屆就不會的 但是 但是你都至少呢 是要 要知道啊 不是你受了五屆都不知做什麼 人家問你 受了五屆沒有啊 那我受了 但是又不知什麼叫五屆 所以呢 還要用些時間去研究一下這個五屆 所以呢 要聽多些戒律上面的東西 那麼修行呢 就會順利些 那我們當然講到這裡 那整個五屆相經呢 佛雪丘婆生五屆相經就講完了